現在到底我們的防疫政策是什麼 希望政府官員想清楚之後告訴我們了 為什麼會說想清楚之後告訴我們 因為先前政府 這陳時中他的講法 其實曾經講了過說 其實現在應該要朝著 就是跟病毒共存 這樣的一個目標來前進 畢竟世界各國很多人是這樣做 可同一時間他又說 我們必須要清零 到底應該要走哪一個路線 要不要跟病毒共存呢 現在醫師他們提出了一些看法 說讓官員你來好好考慮一下 這些數字你能不能接受 來看到這位醫師沈正南 沈正南他就特別提到了 像這一波在桃園這一邊的 銀行群聚事件 那麼新增加的案例是壓在十幾例 附近說陽性率也是蠻低的 所以他認為這個病毒的傳播鏈 是已經有效壓制了 而他也提到 如果我們要跟美國跟歐洲 這些國家一樣跟病毒共存的話 他提供幾個數據給你參考 他說挪威的死亡率是千分之五 那英美的死亡率是這個百分之 英美的死亡率是千分之二 那個挪威的死亡率則是已經萬分之五了 那其他歐洲的國家他也有這個一到三 好那就要問了就是這樣的死亡率 你可不可以接受 另一個部分則是醫師黃立民了 黃立民說他認為你要提到 你要跟病毒共存 你不能喊喊而已 有些準備工作你必須要做 譬如說你至少應該要滿足兩個條件 第一就是六十歲以上的第三劑 涵蓋率是不是已經有到了八成 好這件事情很重要 原因是因為六十歲以上 如果得到的話 他的重症率可能是比較高的 另一個部分就是抗病毒藥 應該要買到總人口數的一成 表示你這一些人 如果真的有人因為要跟病毒共存 而染疫的話 有藥可以醫對不對 你這藥物是不是應該先準備好 而他認為這兩個條件 完全達成的話他覺得最快 也還需要三個月的時間 所以現在談到要跟病毒共存 是不是有一些些的太早了 我們準備好了嗎 好會這樣問的原因是因為快過年了 現在大家都在問到底有沒有可能 疫情一再的連環報 昨天說爆出了這個史上最高的紀錄 38例已經在中立的牛排管事件 現在變成了史上最高的一個群聚 那趕快擴散嗎 新竹這邊也傳出有一家四口染疫 而且感染源還不明 這些症狀讓醫師也提到 臨時病他說很像是去年五月的時候 大爆發之前的一些情形是很類似的 有沒有可能因此而升級 醫師舒一豐就在問了 不考慮升三級嗎 過年拿來北網人這麼多 更何況你現在大眾運輸不進飲食 你高鐵還是維持自由做 你這些防護措施沒有先把它框起來 真的我們經得住嗎 那陳時中的講法是說 現在沒有要升不代表未來不升 也表示說的他其實一切都是還在彈性當中 不過有人私下在講話 可能是比較貼近事實一些些 他的講法是春節禁了 就政府來說你要禁止內用的話 不禁你很難去控制疫情 但你升三級禁止內用 民生經濟先前那一波 已經讓很多成年業者哀哀叫了 現在如果真的是說要直接升三級 是不是又影響到大家的 過年期間的生意狀況呢 所以目前有一個推測是 時間點在1月24號之後 很有可能變成的是二級的加強版 到底是會怎麼樣的一個發展 一次還是聽指揮中心說了算 年農曆過年前 北車都會出現返鄉人潮 不少民眾已經訂好車票返鄉過年 但近期本土疫情緊繃 純潔雙鐵防疫措施是否再升級 別人在吃東西的時候 那特別把口罩戴好 我想就可以了 交通部長王國才宣布大眾運輸防疫 維持二級警戒規範 不禁止飲食一樣開放高鐵販售自由座 下個月即將登場的台灣燈會 也如期舉行 但已經連兩天本土個案都是17例 疫情危機時刻 醫師蘇伊丰向中央喊話 真的不考慮升三級嗎 專家黃立民更分析現在不升級 過年期間燃疫風險加劇 依照指揮中心做法升三級的可能性相當低 沒有代表現在沒有任何的升級 那就未來就一定不會升級 就怕疫情在天變數 指揮中心並未把話說死 不過新冠疫情已經影響兩年 前衛福部長林奏妍認為 人類終將與病毒學會共存 預測疫情將會在今年看見曙光 大家夏天說不定就可以出國了 雖然傳播力強 但隨著大多數民眾已經打過兩劑疫苗 加上三劑疫苗覆蓋率持續增加 專家樂觀看待今年夏天出國 免隔離也不是不可能 記者陳建安 陳佳倫台北採訪不到